吐光環在燃旅行團迫爆情況 因為旅客用線後在行人路上聚集等候車輛等問題 導致區內交通和人流制失 旅遊業監管局和業界商討後 由今天起實施三項措施 包括餐廳用線需要預約 旅客用線時間最少需要30分鐘 以及食肆需要派員管理人流 今天在紅磡,警方派住人手協助 旅遊業監管局及食肆也有安排人手控制人流 情況略有改善 但在街上仍有不少旅客聚集等候 有工作人員安排人群在行人路兩邊等候 以免再出現阻塞行人路的情況